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对夫妇也算是娱乐圈中的名人夫妻了 自从文章被曝光与姚迪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之后 网友们对于马依黎和文章之间的感情非常看衰 拿指马依黎一句且行且珍惜让文章悔过自心 夫妻二人一直携手走到今天 2018年5月12日 马依黎带着一家老少前往剧组探班文章 从照片中来看 马依黎穿着非常简单 一个黑色T恤加黑色半裙 如说全身最大的亮点就是马依黎带的那副墨镜了吧 期间马依黎还与文章同剧组的严衣向谈甚欢 也许是心情不错 马依黎竟然直接脱掉鞋子 双脚踩着凳子盘坐在一起 两只手还环抱在双腿上 坐姿非常豪放 真是一点也不拘泥于小杰 非常的接地气 更何况马依黎当天穿的是一件长裙啊 这样的坐姿马依黎一点都不感到尴尬吗 期间拍完戏的文章还一只手拿着雪茄到休息区域 文章穿了一件白色地续以及红色裤子 看起来打扮的也非常简单 看来这夫妻二人已经达成了生活共识 除非工作需要 生活中俩人都开始走朴素 简约路线了 这身打扮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明星 反而非常的平易近人 随后文章先把孩子和老人送上车之后 才和马依黎首牵着手一起朝着停车的地方走去 看起来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要好 前段时间文章在某社交软件上 poo出一段搞笑视频 不过网友们都在关注文章容貌的变化 从当年的奶油小生变成一个中年发福油腻大叔 真是让人感慨万分 如果当年没有被爆出与姚迪的事情 现在的文章估计早已经跻身一线男演员 成为实力派代表 然而时间的力量是神奇的 他能抚平生活中带来的一切伤痕 如今的姚迪已经和富二代男友订婚 但情稳定 生活甜蜜 而文章和马依离日子虽然平淡 但是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幸福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 经过大风大浪之后 越发珍惜现在的平静 怕再因细生情 马依离协全家探班文章 网易娱乐5月11日报道 近日 摄影师拍到马依离协一家老少前往文章剧组探班 当天 马依离身着黑色短袖 黑色长裙来到拍摄的 文章正在拍戏 便与同组的女演员颜妮坐在一旁聊天 看马依离手舞足蹈的样子 显然聊得很嗨 看来跟同样是母亲的演员很有共同语言 等大家都去拍戏了 马依离就坐在一旁玩手机 看上去十分的无聊 没一会 拍完戏的文章穿着白衣红裤 一手夹着雪茄来到休息区 先把孩子老人送上车后 两个人才牵着手 漫漫悠悠地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老夫老妻的模样 虽然两人一路上并没有交谈 可是也抵不住满满的爱意 古剧机演唱会坠台 老婆当场下哭 据香港媒体报道 古剧机红玩演唱会 今晚进行第二场 现场消息指出古剧机成时光机唱完第一首歌 爆了后 时光机降落形成巨大的窟窿 机仔在后退过程中不小心掉进窟窿里 大叫一声 吓坏全场观众 据悉 舞台剧台底约两米高 由此高度低下情况可大可小 现场工作人员立马进后台帮忙 古剧机太太当场吓哭 并冲向前了解老公伤势 幸好 约十分钟后 古剧机重返舞台连说三声 我没事 向大家报平安 经纪人霍问西一先行发博 为古剧机报平安 袁珊珊出演景花 自嘲向个男人婆心安晚报 安徽网 大碗客户端讯 袁珊珊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演一个男人婆是她从影以来最大的挑战 虽然这部电影下月就要上映了 但她到现在都不太敢看 据悉 这部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话劳杜宇飞 处于版退休状态的能书 恨嫁女花杰以及新人陈丽组成的 不靠谱缉毒刑警小队 以龙侠店为伪装的破案故事 好饭不怕晚 好电影也不拍等 袁珊珊表示 演一个男人婆是对自己最大的挑战 一个男人堆里的女行景 景花的话没有那么漂亮 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婆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造型 第一眼看到那个形象可能不会觉得是我 非常有突破性 需要把所有的形象全部打碎 然后再重新塑造 预告片中袁珊珊确实颠覆了自己一贯的马甲线女王的女神形象 留着爆炸头 身着蓬客装 我现在还不太敢看 完全是豁出去放飞自我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碗客户端记者 江南南文章 江南南文章 江南文章 袁珊珊出演景花 元珊珊自称男人婆 孤聚鸡红馆开唱不胜坠台 十分钟后反台 我没事 新浪娱乐讯 据香港媒体报道 孤聚鸡红完演唱会今晚进行第二场 现场消息指出 谷聚鸡成时光鸡唱完第一首歌爆了后 时光鸡降落形成巨大的窟窿 鸡仔在后退过程中不小心掉进窟窿里 大叫一声 吓坏全场观众 据悉 舞台剧台底约两米高 由此高度低下情况可大可小 现场工作人员立马进后台帮忙 谷聚鸡太太当场吓哭 并冲向前了解老公伤事 幸好 约十分钟后 谷聚鸡重返舞台连说三声 我没事 向大家报平安 经纪人货问西一先行发博为 谷聚鸡报平安 连说三次我没事广告 谷聚鸡一边摸着后脖子 一边向大家报平安 没问题 是我错 是我忘记了时光鸡的位置 没问 多谢你们 愿意在这里等我回来 我好想继续下去 我会尽力下去 没事 大家不用紧张 不用担心 没事 上天会保佑我 没事 我还可以走是不是 说到哪里 我从头来吧 此时观众欢呼声四起 令鸡仔非常感动 继继续说 用最大努力演出 回报大家 暂时先说那么多 唱必杀技 我是背部着地 安全没事 不过等会 如果换衣服慢了点 跳舞那些动作 请大家体谅 然后唱出必杀技 霍问西赶往红管 鸡仔经理人 霍问西 Money 在鸡仔出事后 Money透露说 鸡仔刚刚从升降台掉下去 幸好只是跌倒一下 可能脖子有些问题 现在全部人都在赶过去 等他唱完歌要去医院看一下 他现在还能继续 伤势应该不会太重 Money 以第一时间飞车赶去红管 约晚上十点 Money抵达红管 见他边说电话 似是心事重重 进去红管后 又出来上香 袁珊珊出演锦花 自嘲向个男人婆心安晚报 安徽网 大碗客户端讯 袁珊珊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演一个男人婆 是她从影以来最大的挑战 虽然这部电影下月就要上映了 但她到现在都不太敢看 据悉 这部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话劳杜宇飞 处于版退休状态的能输 恨嫁女花节以及新人陈丽组成的不靠谱 缉毒刑警小队 以龙侠店为伪装的破案故事 好饭不怕玩 好电影也不怕等 袁珊珊表示 演一个男人婆是对自己最大的挑战 一个男人堆里的女行警 警花的话没有那么漂亮 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婆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造型 第一眼看到那个形象可能不会觉得是我 非常有突破性 需要把所有的形象全部打碎 然后再重新塑造 预告片中 袁珊珊确实颠覆了自己一贯的马甲线女王的女神形象 留着爆炸头 身着朋克装 我现在还不太敢看 完全是豁出去放飞自我 新安晚宝 安徽网 大碗客户端记者 蒋南南文章关键词 袁珊珊出演警花 袁珊珊自称男人婆 帮我 你再继续 你再继续 我 你再继续 你再继续 我 你再继续